大家好,我是东京颜太郎 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下下周的恒生指数的行情 首先我们还是做一个复盘 我们首先看一下变盘日 变盘日给的是周一和周五 我们看一下 周一的话是3月4号 3月4号周一 有一个小高点 周五呢又回来了 其实应该说周二算是比较一个合理的 一个就是变盘日 周三也算 所以说周一勉强算吧 不是特别准的 这一次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短期的节奏的分析 短期的节奏 颜太郎给的支撑是 就是163 160 然后压力是169 那么当时的收盘价是在16 16589 其实166也是一个压力 那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周一的话 是最高 是166 所以说 也是准的啊 这个点位准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啊 虽然颜太郎给的支撑 是这个 压力是这个 但是他本身所在的这个地方 也是可能成为支撑 也是可能成为支撑或者压力 如果往上走 他就是支撑 如果往下走了 也是压力 嗯 那么 后来跌的话 跌到周二的跌到最低点 是160 那么160的刚好是第二支撑 那第二支撑也准的啊 基本上误差非常小吧 大家看一下 对95点 无差 所以说这个 嗯 嗯 如果大家觉得不知道哪个地方 跌到哪 可能跌到哪个地方 去做多的时候 就考虑这些支撑吧 163 大家首先看163 有没有停一下 大家看直接是跳空低开 开盘价就是163 然后后来最低的160 呃 那么可能啊 可能在盘中 比如说用五分钟开线图 看163可能有支撑 那么 那么日线上是160有支撑 所以说这个点位还挺准的啊 那么最终的话啊 收盘价 我们看一下 收盘到什么程度 163 刚好又收到163这个地方了 那么还是163没有破啊 日线趋势往上看 那么短中期节奏我就不说了 因为一样的 后面也不说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周吧 下周首先看变排日 变排日的话 大家关注一下下周一 周四周五 有人问问颜太郎啊 有好像有人发那个 呃 就是发留言 问这个变排日 嗯 为什么周三不是变排日 说实话 颜太郎也不知道这个变排日 怎么得出来的 然后呃 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会准 有时候不准 所以大家都当做一个参考 没有为什么 周三是不是啊 就是刚好就碰上了啊 真的是这个变排日的计算 嗯 也是用多种渠道啊 呃 不是一种 嗯 那么大家已知的也知道 比如说呃 月亮啊 买月 买月用了 还有二十四节气 也用到了啊 还有其他的自己 另外就是自己想的 而且比较随机 没有固定的规则 所以一开始颜太郎 自己都不敢相信 这些变排日 都没怎么用 直到有人说 诶 你这个变排是有点准的 我才去真正的 比较重点的关注这个变排日 后来发现真的 很多时候很准啊 然后也做交易的话 也比较好 那么后面其他的 可能除了就是月亮以外呢 还有可能用的金星 水星 木星呢 这些这些行星的位置 作为变排也是可能的 但是这个方向 还没有去继续研究 到目前为止 颜太郎这种方式 计算的变排日呢 已经有个人认为 已经有80%以上的 就是使用的 或是80%以上的胜率吧 可能啊 没有统计 觉得已经够了 再配合这个点位 再配合这个交易系统 已经够了 就是做一个参考 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所以我们就不要太去 追究这个怎么来的 然后怎么去用它 做一个参考就够了 不要太相信啊 最终大家相信自己的 这个交易的这种系统性啊 那么短线的节奏呢 大家看到收盘高了 收盘的163 那么颜太郎是不太用 这个均线的 但是上周把这个均线 给大家打开了 大家看这个均线的周期 分别是25日均线 60日均线和120日均线 那么做股票的话 大家可能很多人用200日均线啊 那么这里 做一个长期的这个趋势的判断 那么这个目前用的 比较小一点的周期 那么如果大家看 如果是200日均线 应该在这个120日均线之上 那么所以说 这个整体大的趋势 还没有转成一个 就是上升的趋势 起码长期来看 但是呢 它呢 已经突破了短线的25日和60日均线 而且刚好现在大家看到 在这个60日均线有支撑 就是MA60在支撑 而且大家看 短期的均线往上传 这个长期的中期的60日均线 就是25日均线 再往上传60日均线 这就是鼎鼎有名的啊 均线金叉 虽然怎么说呢 这个年贪狼不怎么用这些 金叉银叉去做交易 因为很多时候 它是没有用的 但是有的时候又是准的 特别是当它配合这个时间周期的时候 达到了周期和价位的共振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参考啊 而且确实有时候均线能够支撑住 那么大家就是说 不要觉得一定会支撑 支撑住 即使目前这个阶段看啊 60日均线支撑住了 而且是有均线金叉 按照这个技术指标看 是趋势向上 但有可能会失灵 所以严调难问 打了个问号 会不会就是 会 会灵吧 就是有这个疑问 然后但是这个 同时提醒大家 千万小心要倒车 因为市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 大家看到 目前这个地方啊 看上去要形成一个金叉的时候 马上就跌下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再往下跌 也不要奇怪 那么 那么压力点位 大家看到 因为要上面点位是166 169 172 那么最高的这个压力点位是172 那么16169呢 是重点的压力点位 这个点位如果突破了啊 通过了 应该就是 虽然172是第三道的压力 但是呢 有可能它往上冲破 直接到176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呃 我们可以 其实有一个东西也比较有用的 严调难会经常用 我们换一下 就是那种 呃 就是N字 因为市场很多时候都是做N字的 N字还是比较有用 也可以说是ABC ABCD形态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开始画 画一个吧 大家看到 如果这样画的话 画的目标就是在这个 这就是176 因为这个行情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 这个行情有时候表现出一种非常完美的 一种 图形啊 不管是在江安四方图上 还是在这个 K线图上 都是表现出一种很完美的 一种 图形 如果觉得 就像你画波浪一样的 有时候你感觉有点不对劲的时候 可能就画错了 波浪的话 如果是画出来比较 比较好的话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啊 比较正常的波浪 但是如果你有时候画个波浪 是这样子 打个比方啊 这四浪是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 有时候可能就是这个 其实它不是它的四浪 可能只是三浪的 一个短线的回调 那么这个地方才是三浪的终点 那么真正的话 应该是四浪应该在这后面 往上走啊 所以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这个这段时间太短了 跟这个比 有可能它不是四浪回调 有可能趋势还是会往上走 直到它产生了一个 时间上 时间长度 跟这个前面相当的一个 回调之后呢 它才可能成为四浪 所以后面可能还是会往上涨 这提醒大家 一个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是 有时候这个 行情就是这样做 这样走的啊 这是沿天长个人的一些经验 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了啊 就是随便聊一聊 那么所以 就是这个地方提醒大家啊 虽然就是说 第三道压力是172 但是要小心 如果冲破169的话 直接到176 那么支撑的话 大家看是160和157 154 大家看一下啊 157在这个地方 红线啊 154 154是这个地方 你说如果要回调 大回调的话 到这个157 都是可能的 目前大家看 其实在现在 这个 我们看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啊 这个 恒生指数 在其实在一个 下降的窄通道中 我们画一个啊 从这儿 画一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压力线啊 通道的上边缘吧 可以说是 这个地方 就是说 是一个下降通道 下降通道 如果他要 到这个157 是完全有可能的啊 并不是说 从这个地方 有个MA 60均线 就一定支撑 要往上走 市场有时候 不是这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很多人用均线 做交易 止损比较多 或者是经常输的原因啊 因为市场并不是 会按照均线来走 那么相反 市场会用 以一种比较 恶劣的方式去走 觉得要洗掉 大部分的人 才会往上走 个人均线都不怎么用 有时候做一个参考 特别是 如果做股票的话 比较长的周期 像120日均线 以及200日均线的话 是可以做一个 长期的趋势 一种参考的 那么 比较有用的 其实延天亮画的 这些趋势线啊 还有这个通道线 通道 以及这种 ABCD这种模式 它其实一种 N字的一个 N字上涨的一个模型 或者也有 N字下跌的啊 我们用这个 这个来画 就这样子 市场是以这种方式 来推动往前走的 还有这个点位 杨天亮看的 这个点位也比较准 其他的指标啊 MACD啊 都不咋看的 对了 有人问那个 MACD 这个指标 那个怎么弄的啊 这个怎么设的 其实很简单的 大家看一下 就把那个参数改一改 我一直忘记 忘记说了 刚好想到了 在这个地方 MACD 这设置啊 大家看一下 去把这颜色调一下 选上自己喜欢 喜欢的颜色 只不过 颜太郎把这个 嗯 对 不透明度 把它改成 百分之百了啊 就这两个颜色 很简单 这里面设啊 然后信号 也可以设 MACD信号 和信号 Cigner 可以设成 自己喜欢的颜色 非常简单的 它的默认 好像没这么好看 没这么清晰啊 所以颜太郎 把它设置 更加清晰的 这个颜色了 好吧 MACD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MACD吧 MACD的话 大家看一下 好像形势 不是很妙 但是这个红柱子 是在加强 在变长啊 可能是不好的形象 而且这个线是成个死差 有可能就是说 还是会下跌啊 沿着通道下跌 所以MACD 但是怎么说呢 MACD大家知道啊 MACD的这个线 大家知道 其实它和均线不一样的 它是通过均线 两个均线的差算出来的 不是均线 是那种指数移动平均线算出来 它其实MACD 我告诉大家 它是反映的 这个市场的一个速度 速度和加速度 大家如果开车的话 学过物理应该知道 你这个物体运动的这个加速度 如果是为负的话 它这个速度可以为正 也可以继续往前走 所以说 虽然这个地方加速度为负啊 那么市场可能还是会涨 为什么大家比方 你刹车的时候 刹车其实就有一个反向的作用力啊 物理里面那个有一个牛顿电力 就F等于MA F是力啊 M就是质量 A就是加速度 那么你用一个制动的 这个开车制动的话 你会有一个反向的力 那么产生一个负的加速度 尽管你在刹车 但你的速度还是为正 对不对 车还是往前跑 所以还是会撞上车 那么这个股价呢 就是距离啊 那么 那么就是 虽然这个是负的 那么还有可能是 还是会往上涨 所以大家不要 看着这个MACD 嗯 就是 就是这么说呢 变红了 就觉得还会继续下跌 也不一定的啊 那么但是MACD 可能比较用的就是 有用的是背离吧 但背离有时候 还是会继续背离啊 底背离 顶背离嘛 也是不太可靠的 偶尔 嗯 在比较大的时间周期 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颜天狼 基本上不看这些的 就把它删掉了 还是看这个 嗯 把它删掉吧 就看这 目前画的线啊 一点位 好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支撑 但是还是要防止 突然大倒车啊 虽然撑住了 小心倒车 那么主观的一个 判断规则 163没有破啊 日线趋势 还是会往上走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就是短中期的节奏 还是没有变化啊 就支撑还是在 145到 就这个区 短中期的支撑区 那么 短中期的压力区 就是在这个 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第一次 在压力区的下边缘 就打下来了 我们下一次可能会 冲破这个 下边缘到上边缘去 到这个时候 肯定还是 大概率会被打下来 只不过打到多少 那也不知道啊 有可能回调个 嗯 500点 有可能回调1000点 都是可能的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 至少有个 一两百点啊 就是会回调啊 所以特别 如果直接拉上去的 那么还有可能 直接就回调的 很快 拉下来 那么这个是 短中期的节奏的分析 那么 中长期的 我就省锐了啊 大家注意一下 就请注意分析 预判和实际操作的差别 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 好 谢谢大家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 转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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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